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原因的第十九课 讲的是穷人喜欢从答案中找问题 也可以说大体上有答案的东西 他们都很喜欢讨论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讨厌问题 可是当这件事情有答案之后 他们就会去想出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会找出很多例外 找出可以很多八卦的东西 也可以说基本上这是属于事后聪明性 但是问题在问题之前 我们今天单纯在讲 在没有答案之前 他们通常都是不讲话的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也不相信 别人的成功是不是好运 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别人的成功都是好运 中间找不到任何其他特殊的答案 就是他运气好 那今天我们穷人失败 就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 就用这两个字 就整个把它截掉了 那这东西各位可以从很多 尤其是YouTube上 你常可以看到纷争这东西看出来 举个例子 也有人说 他说穷人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讲一个案例 这非常有趣 那后来变成一个新闻事件 闹成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说 这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就是有一个住户 他去影印 他去影印区全会的资料 那影印的话 那一张一块钱 影印了三十几页 然后后来就把这一支纸就还给 完美的委员会 然后他就不付钱了 然后重点是 就这个过程双方就 就打了一场官司 结果问题的 这个住户 基本上他 他没有给三十块钱 到最后他官司输了 输了的时候 他必须负担诉讼费 各位知道诉讼费 它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没有达一定金额 他就有一定的金额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诉讼费本身是要给法院的 那这个东西缴交上去之后 那根据谁对谁错 谁对的比例大 谁错的比例小 类似这样去分摊 那这个人他好像分摊是十分之九 换句话说 他这一场官司的诉讼费 他就负担九千多块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人不是很无聊吗 你今天很简单的 你今天可以引用东西 一张一块钱就给他三十块 对不对 有争议就直接给他就好了 你干嘛再跟他坚持这三十几块 那引用完之后 你要给他退回去 那你不是很无聊吗 对不对 那再来换一个例子 这个管理会也非常无聊 你知道管理委员会 是应用社区居民的钱 对不对 然后去请了律师去告他 这律师会洞察一审下来的话 不是五万就是十万了 你花了五万块跟十万块 你只是为了追讨三十块钱 你不觉得这很无聊吗 那再来我们今天来讲 双方如果各聘一个律师 管理委员会他花的是住户的钱 可是问题是 这个住户花的是自己的钱 他请律师不用五万十万吗 各位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前前后后这个住户 就为了这个三十块钱不给 应跟管理委员会杠上的结果 他就是负担了十万又零九千元 那这个东西是一审 那会不会上诉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再上诉的话 再上诉 单纯来讲 那一审十万 也就是这官司打到来 基本上要只好花到三十万 那这样子的东西 各位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吗 那我们根本的还不用去讲说 这段时间你要去花园 你是要请假的 对不对 除非你整天闲钱没事退休 那当然管理委员会当中 可能找个代表 他年纪大 可能他已经退休 他没差 他的时间成本是零 可是问题你身为一个住户 你为了要去告人家这个 难道你不用出庭吗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讲就是 所谓的穷人的心态 基本上穷人喜欢从答案中找问题 那穷人喜欢事后诸葛 那穷人永远相信别人的成功都是好运 然后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那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经验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派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